民進的愛護 台灣 尋志偉 身穿骷髏頭頸身衣 和代表處官員 在柏林市中心地標 布蘭登堡前的廣場上演行動劇 訴求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世界衛生大會WHA20號 将登场 台湾在北京打压下 已经连续三年未获邀请 驻欧洲各国外馆 号召侨胞 留学生等 串联十多个城市 举行与台湾同行 见走活动 向国籍发声 尽管柏林当天下着细雨 仍有三百多名支持者 参与游行力挺 多位友台议员也到场声援 我们要求全国健康 让台湾的运动 我们说太空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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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WHA for Taiwan WHA for Taiwan 镜头转到英国伦敦 超过百人的游行队伍沿街见走 他们行经英国首相办公室唐明街10号 高喊口号 连英国民众也前来助阵 它是完全无法忽略台湾的WHA 我已经有很多年纪念了这些 所以很高兴看到台湾 在世界中的战略 我正在为主治队和台湾 获得协助协访那些 我们必须完全犯牲 主嬅代表林永乐表示 台湾医疗水准高 对许多邦交国家和友好国家提供协助 台湾有权利也有责任参与WHA 出席WHA 而在法国巴黎 约有百名旅发台桥献身支持 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 赛沙里尼致辞强调 台湾有能力协助对抗疾病 在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有一席之地 驻法国代表吴志忠表示 越来越多国力挺台湾加入世卫 相信只要遵循这个方向 未来一定可以正式参与 感谢观看